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极 电极头加批量电极创建多个电极 造型建模识别为电极 电极客制 口画图 电极清单 打开电极文件 接光到电极模块 使用电极头 按住Shift键 使用电极面 安全距离更改为2 其他参数 按摩论 确定 使用剪挂 选择剪挂面 确认 使用面偏移 偏移距离更改为1 拾取 偏移 偏移 面 确定 使用电极配料 使用电极配料 使用电极头 使用电极头 底面 切换圆 切换圆 切换圆点 更改导角大小 及圆角大小 更改导角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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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参数按照默认尺寸 确定 使用配料 实体 实取 面 参数增链 参数增链 输入0.5 确定 确定 使用 移除模型 集体 实取 配料 移除 实取 红模 勾选 保留 删除 实体 确定 过滤器 切换到造型 再电极右键 选择 鼓励显示 使用 简化 实取 简化面 确定 确定 完成电极的简化 使用 使用 显示 全部 使用 电极配料 择 取 电极 顶面 确定 确定 按 模仁 常数 确定 使用 电极 头 择 取 电极 面 按 标 键 键 使 取 面 确定 使用 电极 头 择 取 电极 面 按 标 键 键 择 取 面 择 取 另一个电极面 它就择 取 面 确定 择 取 创建 电极 右键 使用孤立显示 使用剪刮 使取剪刮面 使另一边要剪刮面 确定 使用面偏移 使取偏移面 确定 使用显示全部 另一个电击右键 使用孤立显示 使用剪刮 使取剪刮面 确定 使用面偏移 使用面偏移 使取偏移面 确定 使用显示全部 使用皮刃电击 使用电击 刚创建的两个电击头 确定 如果两个电机头需要做成一个电机 可以使用电机配料 拾取电机头顶面 这时两个电机就共用一个电机头 确定 如果是由造型创建的电机 那么可以通过电机里面的功能 把它识别为电机模块的电机 首先我们使用电机基点 拾取造型顶面 拾取基准点 确定 使用电机属性 拾取电机 指定相关参数 进加工 间隙给0.1 数量 输入2 初加工 间隙输入0.2 数量 1 材料可以根据实际选择 石墨还是同 在此内我们选择同 另外其他参数可以根据实际选择 比如电机头颜色 几种它颜色 可以在这里进行更改 确定 确定 使用提取电机 拾取电机 确定 完成电机提取 使用电机克制 对电机 对其他电机进行克制 拾取电机 确定 使用电机克制 对其他电机进行克制 使用可划图 工件选择后摩 电机 拾取创建的四个电机 确定 元件对电机自动转换出 可划图 通过管理器 双击不同图子进行查看 退出 装机8152装备 使用电机清单 拾取电机 指定 保存目录 确定 其他参数按默认 确定 完成电机清单输出 可以通过一效表格进行打开 到此完成电机的创建 即可划图 电机清单等相关图子的一些创建